在這邊首先關心到的新聞焦點了 就是這一次蔡英文她去過境 講到說她的行程 會不會在美國上面 大家都在討論說會不會生變了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狀況了 好 現在最新的一個進度跟消息 要來告訴大家了 就是美國的聯邦州英院 共和黨籍的議長麥卡錫辦公室 她在美國時間的4月3號上午來宣布了 她要在美國時間的4月5號 在加州擔任東道主 本來大家想說會不會生變的行程 現在她直接的來公開的告訴大家說 要來會晤台灣總統蔡英文 而且到時候共和黨民主兩黨的人士 都會一起來參加 那麼地點就在加州新民鼓雷根 總統圖書館這邊來舉行了 所以在這邊你們也可以看到 白宮還特別強調說 希望說要敦促北京 不要去過度反應 但是現在在中國大陸方面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被激怒被刺激到呢 其實在這邊也有所討論的 包含的是呢他們也表示說將會採取堅定措施 維護自己的主權跟領土的完整 好所以在這邊呢大家情勢上面 冷暗之間是比較緊張一些的 就在麥卡錫這邊的一個消息一曝光之後 他的辦公室呢把消息釋放出來之後呢 確實現在情勢呢感覺到是比較緊張一些 但是會不會有更進步的動作呢 當然中間新聞會隨時為各位來掌握 這當中呢當然有很多這一次的 蔡英文出訪的一個行程呢 有很多的細節是值得去探討的 包含的是呢我們來看到了 他在貝里斯國會所發表的演說當中呢 特別去提到說呢我們的主權有被侵略的情況 但是呢還講到說我們這一次的邦交的出現狀況 說有些國家試圖破壞我們的友誼 但是呢基於共同價值 希望可以更繁榮和平未來的願景呢 大家還是很緊密相連的 他說呢希望說呢只要支持台灣 就代表說呢立正這個民主國家 是可以互相幫助的 用這樣的方式呢 希望可以跟其他國家去緊緊的綁在一起了 好在這個部分呢 那比較尷尬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蔡英文呢總統的部分 他也被質疑到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他出席到了 在美國智庫這邊呢 他去獲獎了 獲得一個全球領導力獎 其實在當初說呢 他這一次去過境的時候呢 會來領獎的時候 領這個獎項呢 很多人都在酸說 他怎麼有辦法去領這樣的獎項呢 那除此之外啊 其實相關的蔡英文呢 很多的這個包含的是被說 綠銘測意啊是不是在酸馬英九啊 是不是在講他說呢 在矮化國格啊 但實際上呢 在這一次蔡英文的出訪當中呢 我們並沒有看到呢 我們中華民國的價值有被彰顯出來這件事情 好美國媒體也說到了 蔡英文在過境紐約的時候 曾經會晤了 美中醫院少數黨的領袖 好這個部分呢 被人家的辦公室給拒絕證實了 也就是說這樣的消息呢 是不被承認的 不被承認的話 如果真的有私下會面 對於在政治方面的角力有所幫助嗎 這就很難說了 在這邊呢 我們也看到了前立委郭正亮怎麼說的 前立委郭正亮他特別提到說 蔡英文呢 如果真的有跟人家會面的話 拜託 人家也沒有要證實啊 這樣子是很詭異的事情耶 通常已經答應跟你會面了 不會不承認啊 而且呢 傑夫瑞斯他不是民主黨的官員 他只是裡面的少數黨領袖 這樣子呢也不去證實 他覺得這當中是有貓膩的 除此之外呢 也看到了女美學者林環牆教授怎麼說的了 他說呢 根據這個哈德遜研究所上面的報告 從蔡英文執政之後呢 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從2017年到2021年之間 花錢買來的 你看每年都捐了10萬美金以上 好這個部分呢 好看起來蔡英文很慷慨 但是呢 掏的是誰 掏的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啊 這當中呢 根本就是在捐政治現金 給美國的哈德遜智庫 那這樣子等於說呢 都是花錢去買的國際關係 然後呢 你再去拿所謂的全球領導力獎 那是不是極其諷刺呢 你在花錢買的 然後花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但是呢 榮耀是你自己的 這樣子合理嗎 所以難怪呢 很多網友就講說 那這一次呢 蔡英文這個書房 被美國都認為說是私人行程 那你錢要不要自己掏呢 在這個部分到底是榮譽還是恥辱呢 我們來看到外交部副發言人呢 怎麼說了 他說這個獎項啊 很重要啦 這是外界呢 各界呢 都可以來證實說真的很重要 而且呢 所有的計畫透明公開啦 而且呢 是有編列預算的 不要被有心人士給惡意扭曲了 所以呢 他是譴責這樣子的說法 不過呢 剛剛講到啦 這個蔡英文呢 他在過境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沒有一個身份上被許可 被認可的這件事情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呢 就連蔡總統過境紐約呢 他去獲得了這個哈德森智庫的邀請演講 但是邀請函上面 根本連蔡英文的名字都沒有提啦 而是呢 他叫什麼 特別的嘉賓耶 這個多尷尬啊 這樣子的一個身份呢 不被認可之外 連名字都沒有 新北市議員葉原子怎麼說呢 他說蔡英文明明是訪美啊 卻要自稱過境 覺得這樣子很圓融很巧妙 連入境你都不敢說 還要被說是一個特別的嘉賓 那以後 大家要叫他蔡總統還是蔡嘉賓 這才是真正的愛化台灣了 我們看到立委江啟臣的部分呢 他也講到了 他說蔡總統的行程到現在呢 可以說是保密低調 又沒有聲音 悄無聲死啊 在美方的方面呢 是積極的控管 整個的過境行程安排 希望可以低調 在這個部分呢 沒有任何的意外 也不會有驚喜啊 同時呢 也積極的跟北京來做聯繫 就是呢 美方並不想要造成 美中對抗來加劇 很顯然在美國方面呢 這一次啊 不想要覺得被誤會 所以呢 被鋪陳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蔡英文總統變成了蔡嘉賓 那當然呢 這一次他在中美洲的 出訪行程當中呢 外媒就說了 其實今年五六月呢 有可能還會有兩個邦交國會斷交 其中一個就是 總統剛拜訪完的瓜地馬拉 如果這樣的說法 最後不幸成真了 那麼這趟出訪呢 不僅是沒了離子 連面子都沒有了 因為總統這回過境美國 過境簡報呢 突然取消 還有前國務卿 龐佩奧呢 也沒有出席 哈德遜研究所的 班長Dellin 甚至在邀請函上 剛剛講到了 根本看不見蔡英文的名字 只有特別嘉賓 藍營就炮轟說 台美關係 現在進入了史上最糟的階段 總統蔡英文出訪 友邦過進美國 此行名稱講得好聽 叫民主夥伴 共融之旅 但這位美國大夥伴 竟然把我們的蔡總統 變成了蔡嘉賓 外媒報導 蔡總統過進美國紐約 或邀到哈德遜研究所對談 但邀請韓上 別說是總統的執嫌 連蔡英文的名字都池子未提 而是一個特別的嘉賓 說好的台美關係 漸若磐石 滴得尾 他怎麼都不抗議呢 蔡英文這次出訪美國 簡直就是矮化國格的 最佳證明 不敢講入境 只敢講過境 搞得自己好像偷渡一樣 不只總統執嫌 被硬生生改成嘉賓 蔡總統在哈德遜的演講 前國務卿龐佩奧 卻突然沒出席 國際美國紐約的簡報 也突然取消 學者分析國際局勢 台美關係出現大轉彎 蔡英文這次去美國呢 我們感覺到 好像美方非常勉強 而且蔡英文的行程呢 刻刻碰碰 是因為中方呢 開始打惡國派 讓美國呢 感覺到呢 台灣問題上面呢 好像站不了上風 你要我吃萊豬我就吃 被人家吐口水 我都要叫狗人吃 你要我買 我們不需要的武器 出多少錢我都給 結果錢給了 武器好幾年以後才會到 天底下 然後這種買賣 什麼虧都吃了 你對國人來講 是很失望 大家也覺得很沒有尊嚴 南軍狂轟 蔡總統過進美國 委屈到了極點 李子面子全丟禁 甚至還有外媒報導 連蔡總統 才剛訪完的瓜地馬拉 因為預定 6月25號 舉行總統大選 邦交關係可能勝變 另外台灣在南美洲 唯一的邦交國 巴拉圭 4月30號即將舉行總統大選 反對黨已經講明 當選後會跟大陸建交 台灣屆時可能再丟邦交 蔡英文的外交政策 看起來是完全的失靈 我們要心理有準備 要面臨這些一連串的 友邦跟我們來斷交的潮流 蔡總統出訪友邦過進美國 表面看似風光 背後外交風暴 恐怕才正要上演 記者謝洪如 王志恩台北採訪報導 時事評論員謝涵斌就分析了 民進黨其實一直想要把台灣問題 給國際化 藉此讓大陸不敢有太激烈的動作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 在國際上沒有人要理台灣 這次蔡總統過進美國 被第一規格來對待 這是個很明顯的例子 他就呼籲了 總統你丟了面子沒有關係 但是最起碼請為台灣人 保留住最後的一點尊嚴 民進黨一直想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把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話 老公就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敢動我們一根狠毛 問題是事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今天民進黨 對 你確實很想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可是國際化的結果是 現在在國際上沒有人要理你 你做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美國 你還沒有出發這些 美國科比就已經定義告訴你 這叫過境 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訪問 這就是你的國際化的結果 然後你想要國際化的結果 是直接在友邦被瓜地馬拉總統洗臉說 我認為你們是唯一的中國 那請問一下國際化了嗎 你飛了半個地球跑到美洲去 結果被人家認證 你跟中國大陸是加內侍 不是嗎 所以你到底國際化在什麼地方 其實以我之理 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 我不希望看到蔡英文太丟臉 我希望雷根圖書館 她到最後還是有去認真 對 我也是給她講一下 她跟麥卡錫 不管用什麼形式 好歹也要撿個面 至少幫台灣保留最後一點點的尊嚴 我不在乎蔡英文個人的面子 但那丟的是我的臉 可是問題是 現在看起來情況非常不妙 好歹是817萬人選出來的總統 跟上家之犬一樣 走到哪裡被人家趕到哪裡 難看了一個鑰匙 所以我是一直很誠摯的建議 如果 如果 雷根圖書館沒有辦法演講 如果麥卡錫也先不到 美國就不要去了 真的拜託 你隨便繞個帛琉回來也好 你到什麼 你到什麼蘇門答辣去都好 隨便你 你高興去哪裡就去哪裡 反正就是不要經過美國 你至少要有一點 做台灣人 做中華民國總統最基本的尊嚴 所以我真的拜託 蔡英文你自己丟臉沒關係 我知道你這個人沒有什麼廉恥心 但是好歹 好歹你今天掛的名稱 叫中華民國總統 可不可以幫台灣人 保留最後一點點尊嚴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